你如果說擁有了一支擷取卡 覺得兩個畫面不夠用 兩個畫面不夠用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加碼一張這個叫做J5 2000多的擷取卡 再用USB輸入進去電腦 你就擁有第三路 那我們現在呢 如果預算允許的話呢 你已經擁有了EFP2之後呢 我們再加碼一張EFP2 加碼一張EFP2 你就有四路可以進去了 第三、第四 第三、第四 好 那這邊呢 就變成是 一、二、一、二 好 你就可以擁有這樣子的 多機作業的可能 那有了這個 之後呢 你就變得就是 嗯 還可以用EFP2 串EFP2的方式下去 進行所謂的多畫面的一個運作